長方形盒子被破壞到支離破碎 這是架設在花蓮知名風景區七星潭的趕狗利器 音波驅狗氣 但才架設不到一個月就被惡意破壞 好幾隻流浪狗到處趴趴走 七星潭景色優美 不只是很多遊客到花蓮避訪景點之一 也是當地民眾運動休閒好去處 但這些流浪狗有時候不只會突然追車 還會攻擊人 花蓮縣服統計去年通報的人權衝突 有四百二十四件 縣服為此加裝音波驅狗氣 人類可以聽到二十到兩萬赫兹的聲音 狗可以聽到三萬赫兹 驅狗氣發出介於兩萬到三萬赫兹音頻 這可以在不擾人的前提下達到驅狗目的 但近日卻發現十隻驅趕器全部被一位 兩隻嚴重毀損告示牌也被折斷 提醒民眾 這部分是破壞公務的行為 我們縣政府這邊也已經報警查辦 正值暑假期間七星潭人潮多 就怕流浪狗造成更多問題 但驅趕器遭到破壞 縣服已經報警處理要救出兇手 三立新聞 我們呂沿湖家中花蓮採訪報導 我們呂沿湖家中花蓮採訪報導